其实屋梅最主要它是对肝的功能 它能够属肝功能平顺 肝它是很特殊的器官 肝属虑 它有胆 肝胆是负为表里 一个是右边降下去 那个胆火降下去 那肝火要升上来 右降左升 你如果这样很正常 你的排便啊 你的什么你都非常正常 如果你有一个东西就不降 它就升不上去了 你不降它就火就在上面就化高烧 可是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到 屋梅的功效既然这么好 所以屋梅也算一味中药吗 屋梅现在是说中药 由于它炮制的方法 像你看这个黑屋梅 那个黑的这个样子 它是经过那个火坑气 赔了两三个昼夜 然后再闷了两三天 才变成这个颜色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屋梅的应用 是指像中药房卖的这种 由火来陪过的这样子的一个屋梅 对 不是我们家随便说 用白糖泡一泡那种屋梅 那功效是不一样的 它的腥味是很平顺的 胃比较酸嘛 有点色如果是深的话就色 它你看龟肝 龟皮 龟肥 龟肥 龟肥跟大肠又互相 表里 所以有很多人拉肚子的很久的时候 它竟然用乌梅汤就姐姐的 因为它有入大肠间 我们在看它的功效 你看 练肥 就是你有咳嗽 而就是肥气不练 它可以收敛那个肥气 咳嗽有效 另外色肠 就是拉肚子大肠 这种乌梅汤它可以色彩 还有它指蛔虫 生惊之渴 所以你刚刚说一到夏天 大家就来一杯乌梅汤 这乌梅汤应该是指我们这种的 它可以生惊之渴 尤其那个很热 大暑的时候它很热 很烦 烦渴 你怎么喝都不能止渴 你希望不要去吃什么泡沫红茶 也不要去吃万大量的水 没有用 你就来一杯乌梅汤 但是我们建议你是温乎 不要把它泡得冷冷的 因为什么 春夏要痒 痒 所以要喝一点温热的 很温的 你老是喝冷的 对你的身体是很不好的 所以乌梅汤在冬天喝就是喝凉的 喝热的 也是喝热的 喝热的 那你夏天你喝热的你受不了就温的 就是这样不要去冰嘛 是 那马上喝下去 你大汗它就可以止汗 你渴它就可以很快的生津 只渴 那个张仲敬有一个很有名的方法 叫乌梅丸 那个就是安慰的作用也很大 了解 他写的主制你看看 会吸酒壳 好像吃了要吃 好像很久都没有什么效果 没想到一杯乌梅汤 就可以解决这个 这个就不是赚到了吗 而且它也都可以算是死了的一种吧 还有这个我刚刚讲的 拉肚子拉得不行 什么药也吃了没用 试试看 乌梅汤 吃下去可能晚上那个止益 效果就非常好 还有很吸热就是花膏烧 花膏烧是因为干木的那个 胆火不降 它就系在上面 有可能渴 然后但是舌苔要没有舌苔 这个来 来一个乌梅白糖汤 这个乌梅白糖汤有一个就是 它是干的 气比较稀 干的功能比较差 它可以把干的功能平顺 不管你是酱 不管你是生 它都让你很平顺 你就也不会小便多 也不会小便少 也不会花高烧 也不会这样子 就是靠它平干的力量 所以我们说乌梅它是干非常好的一个药 是 酒壳 这个壳如果真的太久了 就反正喝一下乌梅糖 对 乌梅糖 还有吸热反壳 刚才为什么夏天要喝乌梅糖 这个反壳都可以吃 还有酒泥的酒泻这个倒是效果非常好 便血 尿血 血崩 还有呕吐 这个呕吐 呕吐就是 淡火不降 它一直往上 那呕吐就跟着生 所以它吐不止 如果是呕吐 那是夏天 吐的人要包括义木 那夏天 因为夏天数量都往上嘛 本来天气的正气就是在上 热气就在上 那你本身淡火就不降 所以它就 没办法 就一直吐 这个是乌梅白糖糖 可以吃 还有 这个牛皮血 因为它可以吃死鸡 死掉的肌肉 就是说 已经都是 长得肌肉已经很不好 就用乌梅 有的用给它 弄烂烂的去敷 多有效果 怎么只弄碎 然后多多的 因此我们终于一直讲天人合一 人是活在自然界 当你秋天已经到霜降 所以这个霜降 就是说 你要把天地那个自然的气 它要把热气尝到那个 秋要把热气收藏到底下去 到水中 所以水中有火 所以水中的火呢 是七年的 就是今年的火存下去 明年它存生的时候 它就有热量 让人家明雅 所以这个胆火一定要下降 就是邵阳火要下降 干木才能生有 木分为甲跟乙 甲是指胆火 乙是指干 所以这个很多病 就是由肝的书屑 肝煮书屑不正常 所以有时候小便多 有时候小便小便小 所以有时候你小便好像 最近小便好像不太顺 小便特别少 可以考虑 来个乌梅白糖汤 因为没有人想到说这个乌梅一颗 小小乌梅加上个白糖 还要 你要知道 有时候小孩子发热 就白糖因为直接补中 补你的脾胃补中 然后能量够了 它烧就退了 所以这乌梅加白糖汤 它的效果 一个是瓶干 一个用白糖来补中 补这个中气就脾胃 所以乌梅白糖的效果是出乎我们意料 我们先来看看 它这个当然这个乌梅的量 五六梅就看症状 如果很严重 你可以加到十颗都没问题 乌梅很严重 两颗就结结了 但是要浓尖 这是浓浓的是不是 要给它浓尖 就是给它熬熬熬的 这个梅子好像烂烂的 那梅子要吃吗 不要喝那个汤就好 就是喝汤就好 白糖一两也不一定 就看你那个需要的 然后这里面是滋补中西 金盔 这白糖我刚刚说过 直接就补中焦 补习味 乌梅直接就凭你的干气 所以包括我刚刚讲的那个症状 你看 生热头痛 你没想到 生热头痛喝乌梅糖有效 你要走着生热头痛的原因 是因为干气那个火 那干胆的胆火不降 不降它就尽量往外 所以一般乌梅糖高烧 高烧 就是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干引起的生热头痛 还是其他的引起 所以高烧大部分都是干 高烧还有一个地方 这个人很疲借 而且有一个特征 觉得很倔怠 还甚至陷入敷补状态 这个很严重 这个并不得了 这个都可以试试看 那这个量 我讲过了 随机而行 看你的病症有多少 但是你最主要 要一直喝 一直喝 对 你就把那一碗煮了 喝一几口一直喝 喝完睡个觉 说不定烧着肚子 所以他一天我要喝个两三次 三四次都没有问题 对 你就喝完你能睡 那就对好 因为生病大半夜都不能睡 你喝完 甚至于不大便 那个已经都是 十几天不大便 那很严重 那乌梅可以软煎 很严重 结果喝乌梅汤 睡觉 通了 小便不出来 会睡觉 通了 这个都是他的 平干气的功效 所以乌梅汤 可以常常喝 不只是夏天才喝乌梅汤 那乌梅还可以跟什么样的食材来搭配也是一味很好的药呢 山豆汤这个也是效果很好 嗯 如果你加上乌梅白糖 然后又瓶干的力量大 除了自己本身黑豆 所以可以补肾 色黑入肾 色黄入皮 色轻而入肝 那加上白糖乌梅 叫做乌梅山豆瓶 就把这两个合在一起就对 所以它 如果是农肩的话 我们就是当一味药 那平常也可以煮来当保养喝就对了 对 你看我们现在看喔 它这个都是量就看你了 就黑豆黄豆你就拿一把嘛 那是要泡嘛 所以比较 那就在乌梅 乌梅看几颗 我觉得你不是病很重的话 你就加一两颗就好了 三四颗就好了 就是有味道就好了 不要叫五六颗 那是自重病的 它需要经过它的作用 所以你就两三颗 下去煮 煮成一个叫做乌梅山豆瓶 这个平常保健用 如果是生病的话 它要浓煎 浓煎意思就是说 量多 量多 然后变成浓浓的汤汁 对 汤汁就好 只喝汤吗 对 不吃豆 因为已经消化成功都不好 你就喝这个汤 慢慢的喝 要温和 不要南两的 也不要隔夜 不能隔夜 也不要隔夜 也不要冰冰香 说我多煮一点 冰冰香 再来吃 没有效果 所以就是煮完 就是温热温热喝 让它喝完睡一觉 它治病就像我说的 哇高烧啦 神痛头痛 这个都有效 尤其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你看 平常它有异防的功能 刚刚那是治病功能 你看这些材料 其实水多少 看那个豆的量 就是要淹过 它盖过这个 带豆来煮才有效果 你水 我们不一定多少 你家里很多人要吃 你就多煮一点嘛 但是最好当天 大家都高高细细把它吃完 所以乌梅山豆也建议 观众可以一个礼拜 吃个一两次吧 但是感冒可不要随便乱吃这个 感冒不能随便 不一样吗 不一样的 所以只有那种高热 然后昏迷那种 它这种是本身虚 甘木虚 它不能够控自己 不升不降 它没办法 是本直虚 它感冒可不是本直虚 它是一种虚啦 才引起 现在我本身很虚 外面又发生变化 外面天地不是春生 夏长秋收冬堂 结果它现在秋不收 那肝气疏泄就过度 就会引起我们本身虚 又贴外面的影响 你就会发病 那是因为外在引起内在 那内在如果很强 人家又感冒你还是好好的 那医师我想请问一下 那糖呢 就多加少加 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嘛 就如果觉得想喝甜一点 就多加一点 糖就补充嘛 你看你的病症 如果你的中心很吸 你多点糖 你觉得很舒服 你吃起来很舒服 你就多加点 因为吃起来 有这么甜 我根本受不了 你就少加一点 所以糖就是白糖 或冰糖都可以 对 就是不要用那个 赤砂糖 赤砂糖 因为它经过 它的比较燥热 所以我们一般就白糖 跟那个冰糖 我是觉得它很好喝耶 但是最好要温和 有病的人 那现在是凉凉的 是不太适合就对 不要隔夜 不要用基因豆 改良的基因的 现在应该不会 现在大家都很重 养生应该都是会买 比较好的一个 非基改的豆子 对 这个梅子的味道 还是挺重的 就是如果我们平常 没有生病保养 就可以降低一点 不要那么多梅子 梅子就是 你只是保健的话 不要那么多 我们今天要知道养肾 怎么养 靠自己保养 这个艺法 用乌梅三豆 黄豆是很好用的 黄豆单位要对 这个脾胃保健都很好的 我们现在看它这个 现代医理 然后增强免疫力 可以活化细胞 你看 这是 那细胞年轻的 现代的医学的医理 但是我们中医的医理 就是顺着天地应行 让肝气平顺 我们现在挤几个很特别的 那炎硬栋骨灼鱼里面 它有15个案例 看起来都是生死观的病 可是他就吃这个药 而且他经过别人治过 用错药了更严重 可是他一看 他说他是乌梅症 什么叫乌梅症 记住当一个热高热 而且这个人很见代 平常因为虚 他很虚 然后身这样不顺 他才年轻 所以要把握一个原则 第一个 高热 甚至神智分明 见代 甚至有一个人说 头上长得红色疙瘩 咯里疙瘩 夏天哇 疙瘩一大堆 像很大的一个红货包包 包包长得满头 怎么一眼一不好 既然用这个五美三斗鱼 就不解解了 就是把那个 涨在这儿 因为向火不降 热都说在上面 他想办法把它 热 让那个向火能够降下来 然后 那个胆气就能够上升 右降 左升 平顺 你就不会有轰了 那么多了 这个 各个 worsh重的 替我 终于 你 带 叶子 这么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